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次的全球活动基本上就跟大特非常有关系 毕竟倒数图统统都是大特 那么这一张在2021年所推出的变神超赛大特 就相当久了 就把它给拿出来用一用 在这一次目前还开着的卡机 那个超级大特卡机中 还开着吗 我也忘了 算了 它就是其中的一张注目了 虽然说这一次是没补到啦 不过在这之前 已经把它抽到两路了 算是可以完整发挥了 所以这一次就打算把它给拿出来稍微用一用啦 我这一张比较可惜的就是 它变身的动画演出很帅 可是 变身之后的能力就 有一点点的小可惜啦 小可惜 没有什么特别的增强 而且还要敌人有debuff 它才能进入最强状态 这是最大的遗憾啦 所以我应该是以 组这个方面啦 如果等下有机会的话就让它变一变好了 那么这一次就把它组在头脑战类别啦 让它达到 200%的队长技 我们来挑战一下最新的难关 超易形龙 不算最新难关 最难关 超易形龙 这个队伍 讲真漏洞就在它身上啦 所以我带了攻击手攻击手 然后辅助 这样子的东西出来了 希望可以保它一命 哈哈哈哈 z Let's go 在开头 我会让它打阻力啦 可是去到中后段 可能就会把它给 换掉 因为 真的会受不了 呀这个开场 老实说 还蛮困难的 OK 这一次的顺瑞还不错 那就直接 Let's go 五人悟空 z 双人 然后 NVP 17号 这样就看哪一个位打击次数 水啦 五人悟空这边是可以叠好叠满 太漂亮了 这边没什么到 特别需要 输出的底部 再来的话 看这个样子就好啦 对对对对 一下 没关系 随便你瞧 是会扣很痛一下啦 不过是采清大佬还可以 30多万 完全是在接受范围内 然后 这边被打那么多下 哎 结果不能打 可以看破必杀等一下 960 如果是有开了 超必杀之话 会再 增加5点 50%的那个 费力啦 可能有上千万的潜力 两下 超高确立有出发那么大 第三发必杀啦 这边 彗星 就 可能不需要那么努力啦 然后 再来就是MVP17号的降攻 看可以降多少 连那个普攻 好遗憾 一发 再来 没啦 OKOK 这边的话就直接 看起来 然后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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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力 下 然后开了必杀之后 攻击提升 这样这边的活力应该还不错 不过大特的连结就很凄惨 超级战再加上战斗民族赛亚人 没有啦 没有零战 哦又来 开完必杀之后也都费十多万吧 哇靠 剩下14万的血 好幸好刚才有回血 而且这边才被打四下罢了 还不够 还没办法看破必杀 哦通扣耶 OK 430万不错 再来多一发 YES 这样的话48万的防御力 绝对是稳了啦 再来 哇 几乎 57万的防御力 然后1500万的输出 可惜他的会心 点到24点了 还是不给力 上帝我们的 可是我们的血量啦 已经就是非常的 进入非常危机的状态了 一个不小心就要挂掉了 开动 嗯 Begito就两下罢了 两下就把也没有搞错 就不能努力一点吗 你 看下39万50万 这个样子 看还是回一点血比较保险啦 好 好 哎呀 这一样 嘞 哇 又是仙宫 应该不致死吧 被动已经叠满了 剩下3万亿 呵呵 怎样打哦 靠 呵呵呵呵呵呵 被压到这个样子 哦 真的是啊 超超超超嗯的 不过下一轮开始啦 就可以看破必杀了啦 哎 下一轮开始 哇 打到这么个残喔 呃 对哦 肯定有没有复活的绝食啊 头脑战 没有考虑过喔 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带GT双人的话 已经可以直接复活了 可是這個血量又沒有筆克來幫忙回血啊 好煩 這邊開兩發必殺是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啦 老實講 OK save 大量回血 這個樣子 下一輪我們的雙輪可以好好的回血啦 然後這邊的話大特的防禦力會變到更高啦 MVP17號77%的XR在加防 那個就累積起來50加70 127%他的本身被動只有100% 比他的基礎被動還要加的多 這兩個輔助 有夠頂了 實在是有夠爽 OK 大丈夫です OK大丈夫です 436萬 被迴避大丈夫 沒有回血 沒有回血 再來 殺 436萬 又是一招 OK good 沒有回血 不會必殺在這邊吧 必殺在這邊會蠻危險的 喂 喔 啊幹 迴避掉 1 2 不過又繼續降攻的情況下 然後又疊滿被動 MVP17號應該是扛得住啦 雖然說只剩下3萬的血 OK 57%減傷 57% 就不是蓋的 哈哈 但是就浪費掉Begito的這一個 嗯 第一次變身 第一次登場 然後這邊他又疊不到任何的被動 OK 回血 這是絕對要的 然後再回血 為了下一輪著想 哈哈哈哈 一直回血 OK OK Dead 其實Begito的Zack雙人在這邊開始 技器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嗎嗎嗎 喔 喔呀 可以連到兩發還不錯 蠻爽的 哈哈 反正 Zack雙人就是 疊到越高越好 後面我們就越容易打 雖然說這一次的主角是 我們的大特啦 當然 也沒辦法的 可以看破壁殺沒有 現在 還不行 還不行啊 很吃飲啊 這個樣子 大特 大特 我看保持就好 再來的話 欸 Begito 有沒有開到必殺都不重要啦 反正 Wish絕對是要開上來的 那了吧 欸 這個樣子 殺 OKOK 有40%的減傷 又克輸 哇 還是要被打兩萬七好痛喔 好痛喔 來 Begito 反擊 痛 OK 開完必殺之後 會變硬一點點 然後配上70%的減傷 應該算是蠻安全的啦 你的血就這樣子回回來了 沒有 扣多少 這個很好 4萬了 還好還好 然後大特這邊的防禦力 基本也算是足夠啦 不怕 火力的話 就 中規中幾 但也 不到不行 不是吧 你全部給我連普攻 還有多一發 四連普攻 你真 是可以啊 哈哈 明明有三發必殺的潛能 你這樣給我開這個東西 嘶 呀 可惡 再來多一發 OK 至少火力要到位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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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上一輪是有開到啦 所以就直接來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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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轉到任何的賣 u 呃 這邊的主動技要不要開咧 我覺得開 proposed 調會比較好吧 7顆 6顆 先把這個動畫關掉 直接開了啦 不然你要拖太久麻煩 自己配贏 OK OK 水啦 然後97%減傷的MVP17號是絕對沒問題的 這一順位啦齁是絕對安全的順位 全部都硬 全部都是硬邦邦的大佬 好 這邊會開那個主動機主要就是希望啦齁 可以把他的血壓到50%以下 下一輪Begito直接主動機 OK 你如果沒有的話 會蠻辛苦的 OK 因為我已經不想要再開 不想再開WIS了 因為再開WIS的話 會 確定死亡 OK MVP17號你也俩起來嗎 nice 不愧就是賭上命運之戰的那個 最終決戰的那個聖地者 MVP就是不一樣 可是你的會心沒有打出來 OK 這個是GiriGiri耶 這個血量實在是有夠殘念的 這邊 喔 必殺在最尾啊 欸 必殺在最尾的話 我可能就不需要開道具了吧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然後Begit 7顆豬 應該是不需要AX開道具 我換這個樣子就可以過去了 殺795萬 而且是二連必殺嘛 不過這邊比較危險的是 最後啦 還是最後的Begito啦 他如果 超高確率發揮失常的話 那麼我也就是要SAY白白的 OK 喔 三連必殺 nice 這樣Begito的主動技我可以省下來 好啦 這邊 大特 大特 靠你啦 大特 你絕對是給我三必殺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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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Begito Yoss 果然要保護未來 果然我們還是要一看Begito 還買 就是要靠Begito 真是的 現在三回合 這邊就這個樣子 然後然後 這個樣子 Begito 你這樣不行 怎麼Begito 你的未來應該要靠自己來 保護才對的啊 你這樣子 難怪未來會被你幹掉啦 超高確立惡連普攻 他連不出來 然後潛能點的15% 也連不出來 一萬還行 都看不在五人悟空身上嗎 OK 沒問題那邊也是夠猛 反正不是Begito來開就可以了 不是提招備來開就行了 40萬 全體攻擊 全體攻擊 扛得住 扛得住 再來 OK 再來 40萬 他 才掉了那麼一小格的血 看著都 有一點點的 好酷啊 愛愛愛愛愛愛愛 好酷啊 1318萬 這一個火力在開 Docamod的話 應該是會掉掉一大條血的吧 超易心動 我咩 誰呢 水啦 1316萬 然後 彩星大佬 就是彩星大佬 用這都魚耶 OK 再來 沒啦 彩星大佬 你的三連必散耶 不過下一輪的話 那個元氣彈砸下去 應該是可以把對面給砸到不要不要的啦 所以還行 然後砸完元氣彈之後 我們還有Begito的主動技 可以開 304萬 哇 拉到不錯高了唄 殺Dec 哇 水 這個反擊 還是沒辦法過100萬 哈哈哈 OK Mazwa Correct 嗯 剛才沒看動畫嘛 這一次我們就看動畫吧 今大 OK 老實說 這邊下一輪啦 我應該是可以確定把敵人幹掉了 所以我可能可以這麼個擺法 看一下齁 這樣子擺的話 19萬氣的防禦力 這樣子擺的話是18萬氣 嗯 不過等一下啦齁 這邊啦 雖然我 對這張大特我比較喜歡用的是 這個狀態啦 但是 他的變身 實在是有夠帥 我們也 久違的來看一下吧 難得啊 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 不自信 不自信 呀 卡 fountain 好 真的是帥 這個真的是沒得說 很帥 不得不說 對不對大家 真的是很帥 但是這邊就要思考一下 看一下齁 18萬7 19萬7 等一下等一下 Wiz先記得開先 19萬7 要放在哪裡呢 看 是19萬7比較好啦 可能就差那一點點 可能就差那一點點 就會活不過去 所以還是這麼個白髮好啦 OK 扣起來 動 開開 看一下齁 大特扣多少 哇15萬 欸死咧 重點來了 這個必殺 扣多少 扣太多的話 呃 讓我的血量剩下15萬以上 躲龍咧 欸 才扣15萬 可以啦可以啦 活過去了活過去了 肯定活得過去了 是還有多一個全體攻擊 但是來就不來就不 絕對是挨得過 哈哈 save 反正這一輪只要不死 我就沒有問題了 哇三個全體攻擊 全部在前面 真的是有夠防 哈哈 OK 只可以就是說剛才那幾萬點的防禦力 真的是很重要 453嗎 帥 最帥就是 大特的這一招真的是帥到辣 啊 啊 DOMINA KAKAKESUGI 可是 就一早罷了 沒了 最最煩就是這個 嗨 動 然後第二發 這邊開了主動技 所以是必定會行啦 所以沒什麼問題 OK 哦 必殺在最尾 哦 這個真的是 沒有任何的問題啦 我們直接收掉它吧 那隻挖 只有76點的power 但也不錯啦 再來 讓我失敗 有嗎 不過反正都是克殖啦 讓我失敗 讓我失敗 不妙 呢 又失敗 真的嗎 只有兩條啊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多 好像也是一樣 不過這邊的話可以連鎖一個鬼牌七公司機來講 那... 起舞吧!Veget! 這個未來就由Veget來守護吧! 啊 死不去 Demosa 大丈夫です まだまだ 一個勒 別給他 我吃錯足了幹 啊 我吃錯足了 可惡 算了 沒有理由Veget打不死 Veget這個未來就由你來守護吧! 啊 哇 靠 沒有一行 不要這麼刺激好不好 Veget 殺 Veget 1KKK OK 還好 果然Veget還是值得我們信任的 達特 你不行啊 達特 每次要靠你的時候你就給我 給我啞火了 罵罵罵罵 不過這一張可以拿出來在這個超難關轉完這一拳啊 已經是很棒了啦 完全沒得顯的對不對大家 很高很高 斯巴拉西 既然說就 6位保護1位這樣子啦 但是 可以帶得動 可以在這個場上來玩著也算是還不錯啦 也不能這麼講耶 像那個神大人啊 我也是可以6代1耶 但是這個大特算起來還算是有自己的一點的輸出能力跟赤寶能力啦 至少就是在第二階段沒開倒計的話啦 他也還算是耐得住 雖然說是因為本身剋輸啦 OK啦 達至上就是這個樣子 好帥喔 達特真的是帥 可是能力不給力 哈哈哈 壓力壓力 好啦 那麼這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掰掰